你也有不開心嗎? 講起織頸巾,因為我現在不會織 我會送一些 我也會有陰影 因為我以前織過頸巾是一個男生 他是暗戀的東西,我喜歡他 他是有錢人 家裡有兩隻金毛囚圈 他給了他的狗男 真的? 什麼態度? 真的,他爆了 然後還說,OK,你先聽我說 首先,我織了給他 我很有心機織 還在那一刻,我在想 他什麼都有 如果有親手織的東西 都會甜蜜一點 都會帶上去,可能會黏黏 織完之後 然後一帶上去 我不知道他是假的,還是什麼 很喜歡,很漂亮 真的,你家裡很厲害 然後說了很多這些 說完之後 然後隔了幾天 他說 上來玩吧 OK 上來我家玩吧 我肯定 通常 家裡有狗 那些狗都會先衝出門 按鐘 一出門,我看到那隻狗 藍著我的頸巾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然後他說 他說 他坐了 等一下,有人想問你 然後他說 那條頸巾 今天他很冷 所以我借給他 一會兒我會拿回來 然後我說 那他比你長大 然後他說 當然大 他是我的兒子 這樣說 這樣 然後就算了 然後他說 OK 算了 然後心想 可能他真的是很愛狗的人 所以他才會這樣 才會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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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他說 上家裡玩吧 又 然後就沒有再看見他 然後心想 嗯 很厲害 想知道他那隻狗大 然後就跟那隻狗玩 對著那隻狗好一點 之前是對那隻狗很壞 好 蛤? 藍鏡筋? 狗要藍鏡筋的嗎? 那些 那些 他一走開就馬上 狗要藍鏡筋的嗎? 蛤? 衰狗 那些 好厲害 然後 然後就由Lex Down 再到他家的時候 那對他的狗好一點 沒有帶鏡筋 然後就跟他玩一下 然後他就訂 訂他的公仔 即是Beat聲那些 然後就下回他的狗 這個狗也很久 沒錯 然後我拿出來 為什麼又在呢? 然後我問 還有一陣味 你有沒有當過什麼 那份禮物是什麼 然後他說 嗯 嗯 不要緊 然後他就說 不要緊 給我 然後他掙蜜蜜 扔他 拜拜 然後他的狗就 你咬了一條 然後他咬了一條頸巾 很生氣 給我定算 當場是散了一條頸巾 他說你這樣很過分 然後他就說 不要緊 頸巾可以再織 狗不可以再買 這樣說 什麼事 這個 原來我是狗也不如 這樣 然後我就 很辛苦地 待了一陣子 然後就回家 然後就沒有了 我現在沒有聯絡他 他有沒有聯絡你 都沒有 沒有 所以我是 我趕快電話 那時候 我是不會喜歡有錢 其實 很討厭 對 好 今天又 到此為止 你講到不用了 我們下次還有 有很多關於愛情的事 你們想聽什麼 不如你們跟牛說 對 那我們講一下 對 或者有什麼問題 你們都可以 愛情疑難 問我們的 面太的大夫 幫你診斷一下 對 OK 那下次見 下次見 拜拜